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烧脑科幻片《全面回忆2012》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 化学战争导致世界上只剩下两部分居住地 英联邦和殖民地 殖民地虽然亦属于英联邦 但英联邦对殖民地的压迫 让两地的阶级矛盾不断加深 男主角道格是机械战警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名装配工 每天利用建造在地心上的天梯去英联邦上班 近几天里,他一直反复地在做同一个梦 梦里,他和一个女子正在被警察追杀 为了帮助女子逃跑 他被警察用电缆绳捆住抓走了 发现道格被恶梦惊醒 身旁美丽迷人的妻子罗莉打算安抚一下他 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英联邦发生了恐怖袭击 身为医疗急救援的罗莉需要马上前往现场 道格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恐怖袭击和特工的报道 对自己的梦陷入了沉思 一天,道格被安排教导新人制作机械战警 他教会了新人如何防止短路 新人作为回报,则告诉他一个记忆公司的地址 雷里专门给人制造关于其他职业的记忆甜梦 生活枯燥无谓的道格被吸引了 来到了记忆公司 雷里的员工提醒道格 不能止入和真实记忆一样的记忆 否则会引起大脑的冲突 道格选择了双向间谍的记忆 就在员工为道格盖上印记 接入机器的时候,发现道格有过特工的记忆 连忙中断了连接 突然一大逼警察破门而入 准备逮捕道格 没想到道格突然超能力附身一般 打倒了所有的警察 惊慌失措的道格回到了家里 告诉妻子刚刚发生的事情 妻子拥抱并安慰他 没想到这个拥抱越来越紧 让他感到窒息 道格立刻挣脱了出来 此时,妻子却准备用枪杀死他 原来道格之前是殖民地的特工 后来记忆被删除了 置入了现在的记忆 而罗莉则是英联邦的特工 被派来道格身边监视他 道格联盟从家里逃了出来 罗莉让警察利用手机来追踪道格 这时道格手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英联邦的一个卧底警察告诉他 有追踪 让他扔掉手机 再去找一个储物保险箱 里面有他的身份信息 接着他收到了一个储物的信息和密码 好不容易找到了保险箱 里面放着一段自己之前拍摄的视频 让他回到自己之前居住的公寓 找到钥匙 随箱的 还有现金 假护照和伪装项圈 但是道格的伪装项圈 却在安检的时候被识破了 他扔掉项圈 立刻开始逃跑 罗莉紧追其后 道格在磁悬斧公路上 遇见了自己梦里出现的那个女子 安娜 他们开着磁悬斧 来到了之前居住的公寓 安娜因为伤势而昏迷了 道格在钢琴上发现了钥匙 那就是勤见 之后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自己的全新影像 过去的自己告诉他 他的原名叫卡尔 是营联邦出色的特工 但他发现了领导人的秘密 领导人要用机械战警 血洗营联邦 而他的记忆中 有一串代码可以关闭所有的机械战警 这时安娜醒了过来 告诉道格 他们才是情侣 他们手上有相同的弹痕 也正是领导人的阴谋 于是道格决定帮助反反冠军 去找殖民地首领 关掉所有的机械战警 刚下楼却发现 已经被警察团团围住 和道格一起在工厂工作的朋友大黑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梦 想要结束这场梦 要一枪打死安娜 道格看到安娜脸上的泪水 毫不犹豫地打死了大黑 带着安娜逃出宠围 另一边 萝莉步步紧追 道格和安娜找到了殖民军首领 读取道格的大脑之后 出现的却是联邦总理得意洋洋的脸 原来这一切都是阴谋 所谓的代码也是假的 总统利用道格找到了殖民军首领 突袭并杀死了首领 抓住了安娜 命令手下再次清除道格的记忆 在帮道格清除记忆的 却是之前的卧底警察 于是卧底警察帮助道格逃脱了束缚 接着道格驾驶战机来到了天梯 利用定时炸弹救出了安娜 打败了黑色战警 还亲手杀死了总理 天梯也在不久后爆炸 道格和安娜在最后关头躲过了爆炸 但道格却陷入了昏迷 再次醒来后 他看见安娜手上没有了伤痕 立刻就知道了 这不是真的安娜 而是罗莉利利用伪装项圈伪装的 于是他杀死了罗莉 找到了真正的安娜 电视中殖民地的人们为之欢呼 影片有两个结局 一个是欢呼那里就结束了 而另一个是道格揭开手腕上的纱布 发现手臂上的印章消失了 又看向了远处记忆公司的广告 然后拥抱了安娜 导演通过这几个镜头语言 告诉我们 其实这些都只是道格的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